万里隧道的西行线也就是往金山方向的隧道 明后两天将进行107年度隧道事故防灾预演以及演练 封闭时间为明后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为止 公路总局希望透过定期的演练 让灾害发生时要将损伤降到最低 公路总局仅美工务段针对辖内超过一公里长的隧道 定期进行防灾演练 明后两天将在万里隧道西行线 也就是往金山方向的隧道内 进行107年度隧道事故防灾预演及演练 封闭时间为明后两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为止 希望透过定期的演练 要让灾害发生时 人员们都能够有效率地抵达并排除障碍 我们演练的内容其实主要是在万里隧道如果发生 类似像是车祸的事故造成火烧车 那要如何在第一时间去启动一个初期的灭火 那把用户人在这个火场的情况里面立即的解救出来 所以我们整个应变流程大概都会走一遍 那所以说我们27号早上会先预演 那我们预演大概时间是从早上10点到12点 可以见到万里隧道相当长是超过一公里的隧道 因此若是在隧道内发生事故不能及时排除 将会造成严重的堵塞 而这次的演练内容也将模拟车祸与火烧车的情况发生 要让锦销同仁面对任何的状况都领围不乱 解决交通事故 那我们交尾其实会在9点就开始顾色交尾 就是等到早上上班时间过了一阵子之后 就大概9点之后我们才会开始顾色交尾 那10点正式就开始去演 那27号那一天是预演 28号那一天是正式演练 那都只有用上午的时间而已 了解 所以这是每年都会例行的演练对不对 对我们的万里隧道因为它是一级隧道 一级隧道就是在这个一公里以上的隧道 我们都会每年办一次演练 景美工部段表示会占用到两个上半天 是因为第一天预言若是有需要改善之处 在第二天的演练中也可以修正改进 而民众也不需要担心 这两天都将开放东行线隧道的单线双向通行 只要放慢速度遵照交通引导的指示 就可以顺利通过 希望借由演练 也要提供用路人安心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得到平行万里采访报道 在这场电台里面有关照比较大 好 照片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